好,那么底下一个是proud,proud means自豪,and we have be proud of,proud这个词就一个短语要记,叫be proud of,be proud of means以什么为自豪,叫以什么为自豪,所以那么因此我们常常会说我们的父母会以,说父母会以他的孩子为自豪,对不对? 那么这个父母就会用什么呢?parents are proud of their children,parents are proud of their children,主语以什么为自豪,以兵语为自豪,就是这个概念,be proud of,and next one,好,那么然后我们还要注意好了,这个是我们的proud of,而这个词是形容词,它的名词叫做什么呢? 叫pride,它也有它的短语,叫take pride in,也叫以什么为自豪,所以我们说作为形容词的时候,它的短语叫be proud of,作为这个名词的短语,它叫take pride in,也叫以什么为自豪,can you remember? 好,那么这两个短语跟我说be proud of,be proud of,这个是take pride in,take pride in,两个意思是一样的,都叫什么? 好,以什么为自豪,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这里面的proud,然后proud的这个时候,我们说今天毕竟它是形容词,对不对? 那么我们形容词可以直接加在什么前面?名词的前面,表示是一个自豪的什么什么什么人,那么pride,proud,加在一个名词前面,可以指自豪,也可以指自满,指骄傲的,自大的,都可以这么用。 所以我们的proud不一定是不好意思,可能有的时候他指着某个人很自大,他也会用这个词proud. And then the last one,important,important means重要的,这个词是形容词,名词怎么说? Importance,一T结尾的一CE结尾做名词,对不对?一T结尾的形容词,importance就是名词,CE. OK,now let's look at this part,好,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这篇文章,the first sentence,and here we say our neighbor,captain Charles Anderson,will seal from postmou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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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大家很知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postmouth,tomorrow,here,we have tomorrow,so we know,那么既然我们说起tomorrow,我们就会知道这句话,可这篇文章就可能会以什么试探,将来试探,他说明天将要seal from,从一个地方出发,and and next,and we say early in the morning,early in the morning,what does in the morning?in the morning means?在早晨,early in the morning呢?在早晨的早晨,那上就是表示一大早,对不对?好,那这因为我们有一大早,那我就会想,傍晚时分哦,傍晚时分会怎么说? 那就是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已经在下午的什么什么,好,那因此我们这样就会有了,你有early,我就有late,对不对?你有morning,我就有afternoon,我就有afternoon,所以我就有了一个early in the morning,我有另外一个相对时间叫late in the afternoon,late in the afternoon,所以early in the morning可能给你感觉是五六点钟,十五点钟,是不是? 早晨,而我们的late in the afternoon可能是在傍晚的十五点钟,五六点钟,就叫late in the afternoon,就叫我写吗?late,l-a-t-e,late,迟,in the afternoon,and we'll meet him at the harbor,we'll meet somebody,我们将要meet him,我们将会在那儿见到他,在哪儿见到他呢?at the harbor,我们明天一大早会在这个harvard的这个地方会见到他,对不对?好,那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面来看一下, 那今天在这句话当中,这个人是最纯洁的人,他没有任何杂杂的心思,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口语当中,一旦要说起来,meet somebody,在家地点的话,事实上意思并不是这个意思,在地点,meet somebody,然后加地点,在我们口语当中的表达,它将是什么概念?我们大家对这个句型熟悉吗?常常你就会听到一句话叫做,I'll meet you at the station,I'll meet you at the station,他从字面意思上理解是,我在station这个地方, 可以碰见你,可以遇见你,可以看见你,在我们的表达方式当中,并不分为在某地方见面,而分为去某地接某人,这种习惯上去某地接某人,就会说,meet somebody,家地点,所以我们常常你会,我打个电话跟你说,啊,你不认识我家,没关系,I'll meet you at the bus stop,我会去哪天呢?at the bus stop,bus stop?对了,我会去那个公共车站接你的,你不用担心,take it, make it easy,对不对?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会去接你,meet somebody,叫什么地点,而我们今天书上面在这里面,他没有说我去接某人,他只是说明天我们去那儿,去那儿干嘛呢?跟他见面,我们书上把它翻为送行,事实上它只是强调的是,我们去那儿跟他见面,那现在我想知道,那么我们事实上把今天的meet somebody,加地点,翻为接某人的话,那送行怎么说?送行我们在这里面就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端意,叫see somebody off,那么原因是因为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在 在很多的书上面都现在越来越多书上的介绍,这个外国人为人送行,他并不像中国人的送君千里的概念,是不是?他只是,他只是要把你送到门口就可以了,所以他对你的送只是一种什么送?去,只是一种目送你远去,是看着你走,就see somebody off,understand?所以我们常常会担心,那我去接某人,我会说了,那我去送某人,我怎么办呢?你找不到这个词,因为他不送你,他们根本不会去送你,那有种人,那他真的去送我了,真的去送我了,那你没办法,你只好借住,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端意叫meet somebody,加这个地点,那在特定场合,你只能这么说,是不是?叫meet somebody,and see somebody off,你看,他在那个地方跟我见面,并且目送我远去,那不还是去某地为你送行吗?那这样我们就会说,we are meeting at the harbour early in the morning,今天这句话差点就让我们一句节目,明天早上我们去这个harbour去接他,但是事实上不是,因为有上下文,所以我们知道不是接,and he will be in his small boat topso,he will,他将, be in his small boat,这就是我们曾经在跟大家说过一个概念,就要,如果一句话汉语,你看啊,他,他在哪儿,in his small boat,我们首先在船上应该用一个in,叫in the boat,那么按理汉语当中是,他将在船上,那么我们事实上在船上已经in the boat表达清楚了,就不需要动词了,在汉语当中是不需要动词的,对不对,他在船上,但是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英文当中少了动词,他就不是句子,所以这句话他一定要有动词,因此我们说,要想不改, 不改变句子意思,我们怎么办,在这个借词短语前面就加密,所以我们说,要想不改变这句话的意思,汉语当中不需要动词了,而英语当中必须要要,那我就给他一个b,所以这句话你就看到了,他的句型叫做,he will be in his,什么boat,small boat,topso,什么叫small boat,那么我们又在人家小船,那么我们转眼再看下一句话,and the topso, what is topso,topso is a famous little boat,他转眼又说这样的一句话,叫topso is a famous little boat,那他说topso是一个著名的什么船,小船,为什么以前以后一个用small,一个用little,那都是小船,为什么它不统一呢,所以我们会说,你当你后来会发现,无论是口语,还是我们的写作,在英文当中跟汉语都一样,我们会尽量避免使用同一个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那我为什么,有个人要说,那我为什么先说small,再说little,我可不可以把它反过来用,那么这样再来看我们这两句,small和little我们都说可以表示形体上面小,可以表示形体上面小,但是他们的区别就在于,little这个词往往轻出了一定的感情,所以我们说little这个词往往是什么呢,当你对一个东西产生这种一定有感觉的时候,你用little,比方我们可以把它翻为小的什么,小的可怜,我们可以把它翻为小的可爱,我们可以把它翻为小的什么什么怎么样, 但一定是你对这个东西有什么,有感觉的,所以我们下面来看啊,如果我现在买了一双鞋子,哎呀我特别喜欢它,我就称它为什么,little,对不对,我就会说哎呀这个little,东西小的可爱,但是如果我看到那个东西摆在了柜台上,我跟它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就会说哎呦这个东西好小,small,understand,我跟它没有感觉就用small,我对我很喜欢它我就会little,所以我会说这是一本很小的书, 我要客观说起来,我就会说this is a small book,但我说哎呀这本书我可喜欢的,小的这么可爱,我就会说this is a little book,so,and here,好,那么第一句话他说了,这个人正在他的小船上,第一个说他只是一个客观陈述,对不对,他没有把自己的感觉掺和在里面,所以他用的是small boat,但是下一句话当中他就说topso is a famous,topso是非常著名的,那你要知道,一旦用了famous这个词, 就证明了作者对这条船感觉好还是不好,好,因为famous这个出名一定是指好人好事才出名,才能叫famous,所以那么就证明了,啊,作者也很喜欢这条船,那所以他就不再叫small,就称了什么,little,famous little boat,说topso是那种非常出名的小船呢,it has sailed across the Atlantic many times,it has sailed across,说他已经怎么样,sealed across,横渡,你看sealed就航行,就是人的走着, 叫go across,但是船的横渡叫做sealed across the Atlantic,the Atlantic means大西洋,这个词大家可能要记住了,the Atlantic,好,叫大西洋,他会横渡大西洋,我们说一旦快于过河过,过什么东西,就会有哪个词,across,跟水面相打交道的,就一定是across,所以我们有across the river,不管你是游过去的,还是坐船过去的,都会用across,但是我们的过桥用什么词,over,过桥的过那个用over,我们的过河的过用across, 好,那么cross the Atlantic many times,many times,这个many times明白没有,叫许多次,叫许多次,那一次叫什么,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一次叫once,两次呢,twice,三次开始就正规了,叫three times,four times,five times,就直接这么用,所以我们今天有个many times,许多次,次数, 然后修起这个次数,我们有一句话,我就想在这边,也许我是取人忧天,但是也许你就被我想中了,就是这个短语在表达的时候,很多我们,我们这个习惯上,习惯上把一句话记熟了,然后就会把这个话又会记错,什么一个概念呢,我们以前会说,一旦要加什么什么时间,然后习惯上很多同学会喜欢加four,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会说什么four,three hours,four什么东西,结果久而久之,遇到这样的表示次数的概念当中,我们许多这个中国学生会,一说起来就自然就说成了four,然后再加times,大家记好了,表示次数的时候,这个four是一定不能加的,这个four是一定不能加的,所以我们曾经听过,不断的有学生都都说这样的一句话,说,哎呀,我常常每个月会去看我妈妈三次啊,然后她说的是,I visit my mother four,three times, one,叫做什么,a month,然后她用的时候,她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错误,而且这句话说得相当好,但事实上她唯独一个错误就犯在了这,次数的前面是不用加four的,次数前面什么都不用加,直接用,好,那么这里面她说,it has sealed across the Atlantic,怎么样,many times,你就没有看到她这种其他的节词了,是不是,好,那今天回家大家就可以多说几个这样的句子,说什么什么,什么我做过这件事情有两次了,就会说的是,I do something twice,对不对,我做过这件事情, 我做过两次,今天她说,很多次都是会穿越这个大西洋的,and Captain Anderson,Captain Anderson will set out at eight o'clock,here we have set out,这里面我们就有了一个短译叫set out,set out means出发,我们在英文当中有两个set,set,表示出发,一个叫set out,another phrase is set off, 还有一句叫set off,都表示出发,那么我们就说,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set out,我也不知道什么叫set off,那我也表示出发怎么办,我既不知道什么叫set out,也不知道什么叫set off,那么我们就用一个更直白的方式,begin a journey,begin a trip,我干脆用begin something,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开始,开始什么呢,a trip,开始旅行,understand,所以我们要永远在英文当中, 要学会一个概念,就是一旦当你这个东西,你不明白的时候,你要学会绕着弯子,把它给表达出来,就行了,你不需要去找那个单词,有同学说,那个单词我就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可以把它的意思表达清楚,也就可以,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英文表达方式里面,汉语有很多的成语,汉语有很多的成语,它毕竟不是一所欲言那样,全世界人都知道,所以汉语当中,比方说什么课州求见啊,或者是什么词啊,他像这些的成语,你解释给外国人听,人家一辈子都不懂,就像我们中国人会说什么,什么诸葛亮,然后你就会说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外国人想半天,他会说,为什么三个那样的工匠,就会比一个诸葛亮,你看诸葛亮是谁,他会问你这样的,那你会在底下诸,诸葛亮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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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三国演义,他会,你还会见三国演义,然后还要诸,诸葛亮 is the cleverest person,他是最机灵的人,然后什么什么东西,你还注意他串,那所以在英文当中,你就不可能说这句话,对不对,你就会找一个什么呢,然后你会找一个相对应的词,或者你来讲, 也是说所谓的就是人多力量大,不就这个意思吗,或者是人多,大家好办事,就是这个概念,所以你就会换一种说法来表达,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好的是,你可以不知道什么叫set out,你可以不知道什么叫set out,你要学会,第三种表达方式叫begin or journey,那如果有朋友,那我知道set out呢,那么更好办,那你就直接用set out,right,好,那么在这里面说,Captain and sing,我set out at 8 o'clock,so we'll have we'll have some time,we'll have plenty of time,here we'll have plenty of,这里面就把这个plenty of也画下来,plenty of means enough,事实上plenty of不等于a lot of,它等于enough,我们本来发为它有大量的时间,事实上不光叫有大量的时间,叫有什么时间,充足的时间,所以一旦你用plenty of这个词的时候,它跟a lot of有什么区别呢,a lot of就是指客观上的多, 但是plenty of不管它有多少,但是一旦用plenty of就比如说,是这一段时间,或者这个足够的东西,可以用来做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们下面来看,如果你可能你有五块钱,可能对一个孩子会说,I have a lot of money,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在座的,可能不会觉得五块钱是很多的钱吧,那么,但是有一个词是,孩子也会用,你也会用,什么,你现在拿五块钱去买一块钱的,去买一块钱的一个冰棒,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说,I have什么 money,plenty of money,范围,我有充足的钱,事实上潜台词是干嘛,去买一块钱的东西,understand,好,那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他说,we have plenty of time,我们这样有充足的时间,事实上这里面你马上就会知道,这个里面指时间,是指相对时间多,还是绝对时间多,相对时间多,哎呀,它有相对多的时间,他们要干嘛呢,下面一句话就交代,他们要干什么事情,有足够时间, we'll see his boat,and then we'll say goodbye to him,we'll see his boat,he'll see,what does see mean,这个see你能换一个词吗,什么叫we'll see his boat,我们这样去看他的词,事实上就是we'll visit his boat,right,and we'll visit his boat,so we have see,那什么叫see,那么也就意味着see这个词以前我们光只看见,现在我们也可以指什么,参观,那么我们说那个同学说,那我以前见过参观这个样的表达方式呢,事实上我们这个see也又表示一种见诏, 有种欣赏性的看,也用see,比方常常我们在这里面说,听说你买了一件新衣服,can I see it,我能看一看吗,是不是,你并没有说can I look at it,你说can I see it,为什么,你为什么会用can I see it,因为你说can I look at it,你比方说我能够实施这个动作吗,事实上你所想说的,我能够看这件衣服吗,事实上我能欣赏一下你的那件新衣服吗,所以,那么在这里面你就不会用look at,它不强调动作,它强调欣赏,那么第二,你又不能用watch,watch这个词可以, 这边是欣赏,但是衣服是死的,它不会动,所以你又不能用watch,那你只能乖乖地用什么,can I see it,我能够欣赏它吗,ok 对不起